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另外兩個生肖其實它差異性不會太大 那這個已經在三名以外了啦 那當然就有一些講法會說 屬雞,雞是什麼?雞是六合啊 那照理來說,哇,六合的這個能量不是更好嗎 好好把握 也許很多事情 遇到一些瓶頸 遇到一些困難 或者說明年呢 可以把一個工作目標 定得再稍微高一點點 藉由這個六合的能量 去幫我做最後的衝刺 還有這個突破 可是呢 也要特別去留意啦 因為明年在暑雞的這個同學 嗯 你在網上突破這個過程當中 很容易會提到很多雜音 別人開始批評你啦 然後別人可能開始就 就是挖洞給你跳啦 然後或者是說 你可能要花一些額外的時間 去處理人的問題 那這人的問題包括什麼 包括比方說 同事之間啦 家庭之間啦 或者是說 你可能在合作夥伴之間啦 這些都有可能 我個人認為好壞參半啊 也就是說呢 你在事業很風光的一個同時 但是就是 別人看到你是很風光的一面 但是呢 那你可能在下了台之後 你要花很多心力和時間 要去處理人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這個 辛苦喔 累喔 只有你自己知道 別人是看不到的 哈哈哈哈 好的 引以為戒 阿彌陀佛 明明要這個 多繼續 好好的這個 廣結善緣 哈哈哈 這個生肖是屬豬的同學啦 因為以屬豬的同學而言的話 紅卵跑到這個西北方 西北方其實 主管的生肖就是什麼 有豬嘛 當然狗也算 好 但比較會針對是豬啦 屬豬的這個同學的話 欸 在異性緣方面 還不錯 異性緣還不錯 所以呢 如果說你的這個 也是一樣 你的工作職業 你是跟異性有關係的話 比方說你是女生 但是你是賣男性的衣服 你是男生 你是賣女性的這個保養品的話 OK 那沒有問題 那你就會發現 明年的業績啊 狀況會比往年 還要來的更好一些 那除此之外呢 就這個龍德心 跑過來跟你做朋友 龍德心他也是一顆貴人心 那所以呢 就是只要你是業務啦 公關啦 或者是要跟人際有關的 需要跟處理 跟人的事情的 你就會發現明年工作狀況 欸 都還蠻好的 好 講到這邊 各位同學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講說工作運好 財運好 基本上 都會跟什麼有關 都會跟人 有關係 像我們之前分享的 就是說 欸 這個 這個生肖 財運很好喔 所以你可以去做一些投資理財 你可以比方說 你可以去 做一些 買一些 小小買一些什麼 彩票啦 彩券啦 呱呱樂 說不定會有意外的驚喜 但是呢 就目前我跟大家分享的 五個生肖了 五個生肖的 所謂的這個事業提升 或者是財運的提升 其實 都跟人 有關係 那 所以 目前我這樣子看下來喔 就是 各位同學 明年要特別去注意 跟人的一個相處 人際關係 這人際關係不限定 跟你的同事 不限定跟客戶 包括你跟你的家人 你的 另外一半 你的 你的父母 你的小孩 通通都算 這也呼應到 各位同學 你們有 還記不記得 有一集的直播 跟大家分享 進入九運 2024年進入九運 九運開始喔 就是整個大環境 它變化的會 非常非常的快 甚至很多行業 行業的一個 我們講說 原本的一個傳統的規則 它開始會做很大的一個改變 而且進入九運之後 跟人有關的行業 會很突然的這樣子 整個冒起來 好 跟人有關的行業喔 跟人有關的行業就 很多囉 比方說 在溝通上面 溝通上面有什麼 就是說我們人溝通的一個方式 現在是透過手機嘛 透過LINE嘛 WeChat嘛 對不對 但是也許到 到2024年之後 開始人跟人的一個溝通 一個交流 它會產生一個 很顛覆性的 就是我們現在想都想不到的 一種方式 那也 或許囉 或許什麼概念 比方現在 你們看到我 看到我是怎麼樣 你是看到一個螢幕嘛 對不對 我是在即時的 跟你們在聊天 但說不定 2024年的年底 你們看到的是一個虛擬的我 虛擬的我是什麼概念 就是 我也許 我可能是在吃東西 但是呢 我是靠我AI的一個形象 跟大家在聊天 那這個AI的一個方式呢 它是就是 通過一個大數據 大數據是什麼 就是李星老師就喜歡聊這些 李星老師就是喜歡講這些啦 李星老師的口頭禪就是這些啦 李星老師的表情包就是這些啦 他做了一些大數據說 Brrr 我一個AI的形象出來了 吼吼吼吼 就在這邊跟大家聊天 舉例啦 好類似像這樣子 我覺得不管任何聲效 你想要好好的把2024年平安 或者是我們講的舒心安穩的度過 又或者是說呢 你想要在2024年 你想要在事業上財運上 更加的往上去提升一個台階 我建議各位同學要好好去思考 就是你在人這一塊 或者是說 我不管是說 反省也好 或者是說呢 你要重新去反除也好 就是你在2023年或者 如果你真的記憶力還不錯的話 你再往回推前三年 你人際方面 你經營的狀況怎麼樣 你的人脈資源到底有多少 你的人情世故 你到底是不是能夠做得很周全 我們不可能做到100分 但是我們也不要做到40分 這也太糟糕了嘛 是不是 好 所以就是以上呢 就是我個人的一個潛見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開始 今天 是我 discovering 簡單 我們 你說 isters